普洱茶越放越好一定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不论你是喝普洱茶 平饮普洱茶 又或者你是收藏普洱茶 经营普洱茶的朋友 不论你是哪一种朋友 一定不要再用越放越好这个理念 去审视普洱茶 去经营你的普洱茶生意 去平饮去体验普洱茶带来一些变化 如果你一直持续越放越好这个理念 我相信你的普洱茶生意 收藏的普洱茶后面一定会演变成一场 普洱茶越成越香这个理念 大家肯定是听说过的 而且从现在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情况来看 特别是一个销售的商家 很多时候 他把这个越成越香这个概念 其实慢慢的已经演变成普洱茶 越成越好 越放越好 他销售茶叶的时候 他可以跟你讲 这个茶叶你当下可能喝起来有点苦涩 不太好喝 但是你买回去 你只要放一两年 好好放一放 那么过三年五年 过两年三年 这个茶它的口感滋味一定会变好喝的 当下虽然有点这个不太好 但是你拿回去一定会变好的 又或者说 这个茶现在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但是你拿回去之后 你再放上几年 它一定会比现在它的这个口感滋味 它一定会在上一个台阶 在上一个等级 我相信啊 很多这个卖普洱茶的 或者买普洱茶的 一定会用这种话术 或者用这种套路 或者说是听说过这种套路啊 那么去把这个普洱茶卖给它的这个消费者 或者说是以这种理念 或者听到这种这个话来买了这个普洱茶 我相信啊 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肯定是会听到过这样的这个话 或者你在买普洱茶的时候 肯定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不论是普洱茶也好 绿茶也好 红茶也好 乌龙茶也好 不论什么茶也好 我们在评引这个茶叶的时候啊 一定是评引茶叶的一些特征物质 那么茶叶的特征物质是哪些呢 无外乎就是炒酪酸 咖啡碱 氨基酸 方向类物质和糖类 那么所以说是朝这些物质所带来的这个口感滋味 你一定是在在喝茶的时候 一定是在体验这些物质 带给你这些口感滋味 那么这些口感滋味是什么呢 这个茶叶酪酸 它可能是这个色 咖啡碱是苦 但是苦和色 它转化之后啊 它你喝定嘴巴之后 它给你会给你带来一定的这个生经 和回甘 所以这个 它的苦色刺激了口腔 它产生这种生经和回甘 是你平饮这个茶叶带来的一种体验 然后像氨基酸的话 它带来的是鲜爽 特别是喝绿茶的时候 这个指标维度是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像这个糖类物质 不用说了 它是甜嘛 是吧 然后像这个方向类物质的话 它肯定是香 所以说是 你的这个茶叶 这些特征物质 只有这个比较丰富 或者比较协调的时候 你平饮起来啊 它才会更好 或者说是你的平饮体验 才会更舒服 更愉悦 所以说如果说是 茶叶在存储过程中啊 这些特征物质都慢慢消失了 那你喝这个茶 它还叫茶吗 又或者说你喝这个茶的体验 真的还能达到 你去想要的这种 鲜也好 爽也好 或者说是这个回甘也好 神经也好 那这些东西你还能体验得到呢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就是我们在喝些老茶的时候 这些 口感滋味 这些体验 已经很难很明显的去感受得到 可能喝起来是一种这个 软绵绵的 或者说是没有这种 很刺激 很强烈的这种感受 所以很多时候 老茶的这个平饮体验 它需要很多这种 语境 话术 体感 给你去描述出来 而且很多时候 大家在去喝的时候 或者是商家在冲泡这个老茶给你喝 更多的 他可能会讲一些时间价值 讲一些故事 然后在你在这个喝的过程中 把你引导到这种环境里面 引导到这种这个意境里面 让你去体会 他所描述的这个意境 描述这个 这个感觉 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感觉啊 像我自己啊 很多时候是喝不出来的 就是其实普洱茶 或者说是 这个其他茶的也好啊 一定他不会是越放越好 因为特征物质啊 这些物质 他在放的过程中啊 大家可以去体验啊 这个普洱茶 你可能最开的时候啊 他有一定的这个 呃 深清味 这个特别是深谱啊 这个清草气 喝起来不好喝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你放不用太久啊 可能是 呃 半年左右啊 他就没了 然后慢慢的 他转为花香蜜香啊 然后苦涩 同样会有 他带来这个回甘和生精啊 然后这个 这个安甜的感觉啊 然后甜甜热热的感觉 他肯定会有啊 他的这个香啊 他肯定会有 但是你随着放一段时间 你慢慢的会发现 他的这个甜也好 他的这个香也好 他的苦和色也好 他这些味道啊 慢慢的在消失 慢慢的在变大 慢慢的在变弱 所以说是 普洱茶为什么会 呃 要去放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呃 首先就是他讲 我们讲到这个 森青尾 其次就是 以前做破 大部分用的是这个 台地茶 台地茶一个是这个 啊 我们整个个生长环境 基本上都是这个 呃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这个阳光直射啊 啊 这个直射的这个 时间比较长啊 这个阳光直射 差不多很多时候啊 啊 特别像这种大野种啊 他咖啡检和这个 潮水含量也比较高 所以说 他这个苦涩会比较重 这个苦涩比较重 也是吧 这个苦涩 他画的很慢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他是为了把这个苦涩 慢慢的给他压下去 所以他需要的话 还是需要去放一段时间 放一段时间 所以说是呃 现在的情况啊 他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们很多这个 现在这个长在森林里面的 或者这个古树 他啊 很多时候 他已经是种慢射光 就是他的光照啊 可能没有这个台地茶 那么直接 或者说是呃 时间没那么长 很多时候 他是个散射光 是个慢射光 整个柴的苦涩度 其实从心裁阶段 你就 还是不是那么明显 他刺激性也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很多时候 你是不需要放很长时间的 你只可能只要放个 一两年 两三年啊 这个时候 你去平衡的话 我觉得这块就很舒服 很好 这个普洱他 他一定不会是 越放越好啊 他可以就是说是 在一定时间段之内啊 他的口感滋味 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到底你喜不喜欢啊 到底是是不是你爱的这个味道啊 你肯定是需要你自己去品尝 去去体验的啊 所以从第一个点 从他内含物质的变化和他我们平衡的体验来看啊 这个普洱他越放越好 他后面一定会演变成一种灾难 因为从这种体验来看 他不是越放越好 他是有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 喜不喜欢 是要自己去解禁的啊 然后第二个点啊 就是普洱他现在很多时候啊 他可能在销售 或者在这个顾客在喝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他会给你讲啊 这个茶 你要放个十年二十年 啊这个我觉得还好了 有些可能告诉你放三十年四十年 你想想人的一生啊 大部分平均年龄啊 现在也就是七十多岁啊 比以前已经是提高很多了 七十多岁 你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四十年啊 你就算三十岁四十岁喝茶 那你放个三十年四十年 你是七十岁的时候 你还喝得冻这个茶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它本身这个逻辑啊 它就有一些问题啊 所以有些时候 不要老是被这些商家也好 被这些这个各种卖茶的也好 给你去洗脑了 这个茶叶我买回来啊 我个人觉得十年之内一定要好好地去品 好好地去喝 你如果要放个三十年四十年的茶 真的 我觉得啊 真的是 不值得去买 或者不值得去收藏的啊 然后第三个啊 对精英者来讲啊 很多时候 其实越成越像个概念 很多时候 它对精英者是这个很好的 因为你当年卖不完的茶 你可以放到 这个很多年以后啊 或者一直放着 你可以持续的去销售 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实际情况 其实大家反过去看 很多卖茶的 老茶存了一堆 但是它的客户 其实不一定就一直在增长 或者说是它的客户 一直在增加 因为按理来讲啊 如果说是老茶 是越放越好的茶 越放越好 那你放的茶越多 你相比来讲啊 你比这个做新潮的也好 刚做潮的一些人也好 你的客户肯定是要多的 你的这个产品的竞争 也肯定是好的 但其实上并不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点 其实回到我们刚初讲的 我们这个普洱茶 品饮的时候 我们是要品饮那些特征物质啊 所以很多人啊 他喜欢这个口感滋味 他可能就固定在某一个 特征物质的这个含量 和协调的这个情况下去看 他有些人他可能喜欢柔甜 喜欢有些人喜欢苦涩 那这个茶你越放越越到后啊 他的这个茶叶的这个特征物质 慢慢的消失了 很多人啊 他已经不再喜欢这种 软绵绵的茶了 所以说是很多时候 他更多的是从口感 作为的角度啊 他已经不喜欢了 那你也就丢失了这个客户 所以说如果说是 你是个经营者 我希望你千万不要用这个 越放越好这个概念 去经营你的铺 否则真的到最后 我相信你的这个生意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我们这个茶叶啊 正常情况下 在你觉得好喝的时候 一定要赶紧去卖 把这个茶叶 这个卖出去了 这个把资金回动了 钱在自己手上 这个才是 才是真真实实的 这个利润 第四个方面 就是收藏的朋友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收藏品和工艺品啊 这个真的是 差距太大了 你就举个这个 怎么说 茶壶嘛 就是我们平时喝茶 我们都会用到茶壶嘛 茶壶的例子 这个工 这个工艺品啊 那肯定是人做出来的 是吧 是很 很漂亮的啊 很有建厂价值的啊 他 都是已经特定环境 特定人 他做出来的啊 不可能是批量生产的 你想普洱茶 具备这样的属性啊 很难具备 大部分都是属于 用时间价值啊 强加在他身上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他到底具不具备 收藏属性 我个人觉得啊 你真的要 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从 其实今天晚上 我们是从这个 以上四个方面啊 讲了这个普洱茶 越放越好 这个概念 会带来的一些 这个问题啊 那么第一个的话 是讲的这个 平衣的角度 第二个的话 是讲的这个 我们这个年龄和这个 存放的这个时间的 这个角度去分析的 第三个的话 讲的是从精英的角度 第四个的话 从这个收藏的角度 那么关于这个普洱茶 越放越好的去 这个概念 那么今天的话 就讲到这里 视频的最后 给大家送一个福利 2022年到2024年啊 我做了一部分野生茶 这些茶啊 品质非常不错 除了预定出去的部分啊 我基本就没怎么去卖过 而且因为量比较少 我也不打算卖了 我打算把这些茶 拿来送给我的粉丝 这些茶 我请注了大量的心血 无论是从到这个生态环境 从到树林 还是从加工工艺啊 还是从甜饮的口感方面 我都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啊 我不敢说这些茶 是最好喝的 但这些茶 一定是我最喜欢的 正所谓啊 己所不予 勿施于人 因为我的粉丝送的东西啊 一定是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那么这些茶要怎么送呢 只要你在我这里下单啊 只要你在我这里下单 不管是十块还是八块 我都会送给大家一份 如果说是你对这个野生茶也感兴趣 那么一定要撕我